Hello 大家好 我是细科厨房 听说荷叶的功效除了香之外 还有去水和消种的效果 莲子的功效有降火让心安神 今集我试试用它们来煲鸭汤 首先来看看材料 看完材料就马上开工 首先将鸭肉先冲洗干净 这样将肥油的部分可以剪开 排骨一样可以冲洗干净 中火炒香姜和葱 现在将鸭皮向下煎 这样就可以去腥 轻轻滑 煎至鸭皮金黄色就可以捞起了 然后将鸭肉放入一煲水里面 然后将鸭肉放入一煲水里面 将鸭肉放入一煲水里面 一起去水了 撈起辣椒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火把肉拿出来 献实意味,已经浸水一个小时了 链子一样,浸水冲洗干净 之后,把里面的青色的芯撕走 因为芯会带苦味 红棗蜜棗一样清洗干净 还有干贝,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链子一样清洗干净 或是把里面的骯髒东西抹走就可以了 把水煮沸,之后就转中小火炆 然后,把链子一样清洗干净 链子一样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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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子是权干净 链子同时,大火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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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